这次回家是探亲的 我不是探国的 老市区里面的绿化树是樱花 新市区里的树就是台湾蓝树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树 上次我说这是台湾蓝树 姑姑还有小外甥他们都第一次听到 台湾蓝树开花的时候 也是我要回台湾的时间到了 上个月就要回去了 结果又拖下着一个月 发现门口的蓝树都开花 青岛只有这个时间 温度和台湾是一样的温度 所以蓝树开花 跟表妹们刚进门就发现有这么多的栗 不知道鱼是谁送来的 现在这个季节山上很多的栗 如果勤快就可以到山上去捡栗 这是山东最好吃的鱼土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姑姑一定让我们在家里吃完饭 派去三叔的家 三叔跟三婶的故事我曾经讲过 有些人好奇为什么我回来 看望十个季节没有去看望三叔 先吃鲍鱼 对 鲍鱼朝这是 福手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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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鱼很多种吃法 我都总科的煮一煮 上次在红家吃那个就是 他伯母做的就是 蒜蓉鲍鱼也很好吃 总科的 饭上鲍鱼一半就是酒西煮的话 你喝酒西都是饭上鲍鱼 一般我们自己家里这样炒比较好吃 这个多种多样怎么做都好吃 鲍鱼的品种太多了 这个很滑 切的时候要切 这是个那个火的 火的就要给把壳拔出了 暂时还冷很新鲜 你要是一溜出来了 它就没有这么咸 真是火的 对 好 烤海的表妹 烤海鲜是一流 锅饭炭不如 太好了就吃这个苹果可好吃了 是吗 很好吃 嗯 像火山里喝鱼 哇 真是大骨鸡 今晚不喝啤酒 喝黄酒 黄酒仅次于青岛啤酒 黄酒是养生酒 也就是地瓜做的酒 嗯 脆脆的 鲍鱼炒法手瓜 我特别详细拍摄 表妹如何炒鲍鱼法手瓜 大家可以学起来 猪当成 嘎啦炒卤筍 葱子炒大葱 我多年不在家 炒海鲜的技术我都忘忘忘了快 好了妹 不要再炒了很多了 你炒的这个鲍鱼 和鼠瓜很好吃 做一个粥是辣的 你都快吃完了 是吗 我吃吃 鲍鱼和鼠瓜 小时候做的 小时候做的 我先 没副鱼 你先吃鱼 我吃饱了 哎呀吃鱼 哎呀吃鱼 他还吃鱼子的 还喜欢吃鱼子的 你看你还挺会吃的 还吃水米鱼的 你看 你看 你看上干 我说 我说 来吃吧 哎呀这么爱吃鱼子 吃鱼 来 我说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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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去三叔家 这是我们姐妹四人 开车一个小时 才到了三叔的家 为什么一直没来拍三叔 后面我会告诉他 我们来到三叔家 只有三叔一个人在家 我们四个姐妹的到来 三叔非常感动 一无伦次 特别我的到来 他没有想到 你也是黑子 你也打不怕三人很久 哎呦 那我就是 这是 怎么一天一天 我说 他这早就开始了 现在来的时候 你去躺在那时候 你不行 去躺在那时候 剁头是 store 我说 等你中午没起来告 喝点水 喝点水在这碗里起来 你也不知道 哪会儿去喝 那喝不儿 哪能吃饱 也是 饭点肚子 什么味儿 你喝就干干我心 喝水就干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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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因为 我也因为白症因为这个饭都要不喝 把我吃饱了 你之前 我想啊 你对吧 你怕往了 怎么说 你这么让 我教你 你每天 你每天把这个月 怎么说 接下来 你吃这一瓶 放这了 我就这样默默地把药给三叔熟好 从三叔家出来 我终于明白 四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吃完饭再来 我们四个都在车上默默的流眼泪 三叔还差一岁就八十岁 现在身体不太好 其实他说了很多很多 一听就是一些抱怨的话 我们又特别拍视 只是四姑说录点声音 他回来看看 我只录了一段 我就放下 我觉得现在在大陆 不管你多有钱 看病还是很难 看到三叔那一刻 我就流泪了 好像这些年对他的怨恨 已经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刻该放下 这次四姑讲了很多话 他连那个抓我大伯的人 都能给他鞠躬 这样的境界 值得我学习 毕竟三叔是我奶奶的亲儿子 是我爸的亲弟弟 我们在车上一直说 为什么他得不到晚辈的尊敬 一直与现在都老了 生病了 一句话叫做胡老不咬人了 他忏悔了 落泪了 经过了快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没有直接回四姑家 因为我们都哭肿了眼睛 这是小表妹的家 表妹们只知道 那是舅舅 那是姥姥家 而我就生活在那个大家庭 疼小的点点滴滴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三叔的今天完全是自己所为 当然话到如此 还是因为台湾大伯的事 我在前面影片分享过 三叔跟三婶轰轰烈烈的爱 现在老了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 三叔说三婶出去打扑克 他一个人在家里从早藏到晚 听到这句话我就哭了 他毕竟是我奶奶的儿子 他毕竟是我爸的亲弟弟 我对他的怨恨化为同情 是姑姑影响了我 姑姑说学会放下 他是奶奶的儿子 之所以我们小辈都不待见他 前面影片分享过 我们家是漏网地主 是我们聪明睿智的奶奶 让我们脱离了地主成分 但是大伯被抓两次 奶奶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文革期间 我们家找大美 抓人党抓走了大伯 斗争党就斗争我的爹 我们家是淘汰分子家属 三叔是红卫兵 划清界限 上台打我霸凉耳光 昨天就看三叔回来 偷的眼睛都整了 学习四姑宽宏大量 四姑说下次回来 不一定能见到他 不去的事就谅解他 马上要开飞机了 开飞机要关上网 飞行模式 飞机终于起飞了 再来台湾 往三十年上数 我从来没有回到家乡 住这么长的时间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回到台湾 有的是时间 我会慢慢的分享 这半年我都经历了什么 有的朋友留言说 你可以效仿其他路 过一些暗的问题 我回他 我是回来探亲的 我不是探国的 我只分享我在台湾的日常 和在家乡的日常 这次回来主要就是陪伴长辈 所以很多很多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剪辑影片 庞大的家族故事 众多的亲戚 所以探望亲戚为主 这次回来 我的大姨妈舅妈 二姨丈 他们都是九十多岁 都没有见到了 所以正在亲情 像三叔我一直没来看他 昨天我没有讲完 从头就是抓人党抓走大伯 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六年 我们家的六王地主没有把柄 划成了中农 但是大伯被抓走是铁的事实 我的爸爸就被抓去被批斗 在那个爹打儿子的年代 当然我的爸爸也没有逃脱 被我的三叔上台删了两个耳光 我的四姑 我所有记事的姑姑 包括我的所有奶奶 对这件事伤心至极 那时候我还小 一直大了以后 爸心机善良 早就原谅他弟弟 但我们做晚辈子 始终不能适合 被跟姐姐抓人党 害人不借 大伯没有被抓 斗争党没有理由来斗争我的爸爸 但是四姑再三的劝说 终于在昨天我去看望了三叔 我落泪了 我上个月的飞机就是这一天回 怎么拖到今天 原来我还有一个娘 也就是台湾大伯的娃娃妻 未婚妻 一个月前我要走的时候 突然有了她的消息 我把飞机改签 拖了一个月 见到了娘 她认识我 我不认识她 她居然终身为嫁 整个家族都哭惨 好了 我终于落地台湾 我静下心来会慢慢分享 记住我回家探亲 不是探活的 我不靠对比两岸来赚流量